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不管再苦再累,我们都要始终保持微笑 不管生活的压力有多大,我们都要守住自己的初心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半生已过,依然负重前行 一路走来,人生里的苦和泪,只有自己知道 人生里的喜与悲,也只有自己知道 半生已过,明白了太多东西 可是为了生活,我们依然要学会能屈能伸 为了站稳脚跟,我们依然要学会忍耐 就算是受尽人情冷暖,经历百般艰辛 我们也不会说放弃 半生已过,人到中年,是最能扛的 退去了年轻的冲动和青涩 迎来了成熟和稳重 为了自己,也为了家庭 为了生活,就算是受到了屈辱 我们也只能默默地消化掉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人到中年的我们 哪怕是身上担起的责任太重 哪怕是生活的压力让我们喘不过起来 我们也从不向命运低头 依然努力干活 积极面对每一天 半生已过 经历告诉我们 不是所有人都会有别人的依靠 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人来人往 不断做告别 没有谁都一直陪伴着你 就算是你的家人 你的兄弟姐妹 也会有自己的家庭 有自己的生活 有自己的圈子 但不会成为我们的依靠 也许在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会有人帮助一下 但是不会有人永远都帮助你 人生最终都是依靠自己的 你要明白 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里 都是自顾不暇的 遇事不麻烦别人 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 才是最好的 人情债是这辈子最难还的东西 而不麻烦别人 才是最好的温柔 所以 你要在生活里 练就一身本事 练就一颗强大的内心 走自己的路 过自己的生活 自己熬过所有的难关 半生已过 明白了人心是复杂的 我们保持一个原则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人与人之间 有时候 你在信任的人 也会出卖你 也会欺骗你 人心一变 我们要懂得给自己留一个心眼 凡是不要太轻易 就相信别人 想要做出决定之前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防人之心就是在保护自己 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经历告诉我们 遇到一些人 别先着急掏心掏肺的付出 交友要谨慎 责善而交 不要爱心泛滥 更不要总是当老好人 你的善良始终要带着一点锋芒 有些人 其实不值得你付出那么多的 因为他们也不会感激我们的付出 反而还会用伤害来回报我们的好 所以 我们要在人际关系中擦亮自己的眼睛 学会看清一些人 不要轻易就被人欺骗和算计了 半生已过 明白了人活一辈子 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开心 别事事较劲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活得那么累 那么烦恼 就是因为我们太容易较劲了 太容易因为外界的一点小事 就干扰到我们的情绪了 从而容易生气 容易暴躁 容易让自己心情崩溃 生气太多 只会伤害自己的身体 并没有让自己得到什么 所以 我们到了后半生 就要学会开心地活着 放宽心来 乐观一点 包容一点 别那么容易生气 生气只能气坏自己 心态永远是最重要的 好的心态 才能拥有好的人生 幸福从来都是很简单的 心简单 幸福自然就会来了 所以 我们要减少生气 减少计较 才能减少烦恼 让我们的生活豁达起来 半生已过 越来越明白 很多事情 只能随缘 不能太执着 太执着也没有用 人这辈子 本来就不会事事都如意 生活是一地鸡毛 常常磕磕碰碰 得失相伴 如果我们不能释怀得失 太过执着结果 是没有用的 很多东西 不是你的 怎么也得不到 抢求也没有用 唯有学会随缘 顺其自然就好 人生只有一次 生命失去了 就无法重来 我们要好好活着 不要浪费 一生是短暂的 要活在当下 珍惜身边的人 人生最幸福的事情 其实不是大富大贵 而是平平安安 渐渐康康就好 回到家 有家人在 有热饭吃 有人跟你说笑 那就是最幸福的 半生已过 最终明白 生活不需要太多的激情 平平淡淡才是真 走着 走着 半生已过 明白了许多 一些熟悉的人 渐渐地就变得陌生了 一些喜欢的人 慢慢地也淡出了自己的世界里 人生走着走着就散了 原来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都是从不联系开始慢慢变淡的 从无所不说到无话可说 再多难忘的时光都变成了回忆 半生已过 看透了 想通了 放下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来越沉默 越来越喜欢安静了 不想再凑那么多热闹了 也不想多说什么 很多时候 都是看破不说破 咽下了 觉得没必要说出来 半生已过 也许是丰富的经历和见识 让我们的心态成熟了 脾气温和了 不再满脑子一直往前冲 而是懂得顾虑一下身边人了 随着责任越来越大 自己的担子越来越重 真的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取悦别人了 去讨好别人了 能够相处舒服的就继续相处下去 反之就淡出了自己的圈子 反而也能清静许多 半生已过 适应了生活的变化无常 适应了人生的起落 看淡了得失成败 接受了人生的不完美 很多人 很多时 走着走着 也剩下了回忆 说一句 算了 其实也没什么的 聚散离合是人生的常态 在缘分面前 我们都是匆匆过客 何必千千节呢 聚散不由人 我们尽管随缘 人生更多时候 都是身不由己的 唯有学会顺其自然 才能随遇而安 人生短暂 在有限的人生里 我们尽管好好活着 过好自己的人生 努力着 尽心尽力过好自己的日子 即使有时候 无能为力 事与愿违 我们也要学会与自己和解 慢慢人生路 过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就好了 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 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我们走自己的路 过自己的生活 随意就好 人活着 不是为了不喜欢你的人 而活着的 尽管让别人说去 我们就按照 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 在自己的节奏里 过好自己的人生 快乐就好 走过半生 感谢时间让我明白 人这辈子什么最重要 金银财富 名利全是 其实都是身外之物 终归是空 是一场梦 而人生最重要的 就是健康的身体 亲情 以及珍贵的感情 半生已过 走到人生下半场 要学会照顾自己 放松自己 善待自己 珍惜生命 重视身体的健康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开开心心地活着 人生不要在一些 不值得的人和事上 斤斤计较 浪费自己的精力 你要知道 得失都是天意 是你的 一辈子都跑不掉 不是你的 这辈子 怎么也抓不牢 生命短暂 人生无常 过一天少一天 开心也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我们何必要折磨自己 何不开开心心的生活呢 你要学会把每一天当成是最后一天 活在当下 珍惜当下 有什么想去做的事情 想去见的人 就要及时去做 半生已过 一路走来 经历了很多 也明白了很多 从孩童到成年 从单纯到成熟 知道了人情世故 懂得了生活如饮水 冷暖自知 看淡了人间悲欢惆怅 看开了人生起落无常 进入人生下半场 我们要遵循生活的自然规律 学会做减法生活 懂得断舍离 清理自己的朋友圈和生活垃圾 给自己干净的生活还 别操心太多 别生气 减去对外在物质的贪婪 往后余生 用一颗简单的心 学会感恩生活 知足当下 从而淡定 从容地活下去 正如林语堂所讲 人生幸福 无非四件事 一是睡在自家床上 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 三是听爱人说情话 四是跟孩子做游戏 一屋 两人 三餐 四季 简单快乐 最长久